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丧王大叔为您带来的道场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1年的基辅 基辅Major的比赛 这个是败者组的比赛 由VG对战QC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在今天下午的第一轮比赛当中 那么Nigma已经是回家了 这样的话Nigma的分数没有能够凑够直腰 也就是说他们要和OG液体等等这些战队 在西欧去竞争一个唯一的预选赛名额 所以西欧赛区的话 现在好像直腰的队伍只有两只吧 我没记错的话 感谢大叔糖尿病害我蛀牙大佬的15新台币 大叔糖尿病害我蛀牙 有那味了 那么这场比赛从前期的 从这场比赛VG对战QC的阵容来看的话 刚才有观众表示说 想听一下我对于阵容BP的分析 分析听一下优劣士的问题 这场比赛其实单纯的从优劣士的角度来讲 本身阵容的优劣士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从进攻的主动性上来说的话 如果VG2比赛想拿到优势 他就需要是主动进攻的一方 而不能是被动防守的一方 这个阵容的话是最理想的情况下 是龙骑士帕克 龙骑士或者是帕克 然后加上天安莫克和AA 三个人去主动找人抓人 就是在AA有大招以后 然后主动去抓人 龙骑士没有挑刀的时候 帕克带着去抓 龙骑士有挑刀以后 龙骑带着去抓 主动去打进攻 然后优鬼里边看情况去支援 这个是最理想的 最完美的节奏 这场比赛对于VG来说 是龙骑士加上AA 加上天安莫克 先手去抓到人 这个时候帕克在离得不远的地方 然后优鬼此时此刻 手里捏着大招 这种团战如果能够打出来 不用多 打出来两次 这场比赛VG就能够 比较稳定的拿到场上的一个主动权 对方这场比赛的阵容 是中单TA大哥骷髅王 三号位的剧毒术士 然后再加上四五号位的小小和乌依 这场比赛有一个说法 叫做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做法 就如果有的话 剧毒术士可以参考之前 我们曾经看到过的一场比赛 这个三号位剧毒 直接去裸一个大风杖 注意是大风杖 不是普通的那个小风杖 是这个风之杖 直接裸一个这个风之杖 这场比赛直接裸风之杖的作用还是蛮多的 一方面对方这个阵容呢 需要用帕克的大招作为一个唯一的 有且唯一的一个团控 那么风之杖的话可以帮助自己的队友从里面出来一下 除了风之杖这个道具可以干这件事情以外呢 他还可以去救被对方龙骑士先手的人 因为整个来说 VG这场比赛这个阵容的控制并不是特别多 属于一个比较缺控的阵容 那么风之杖这个道具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于QC而言的话 这场比赛他们要尽可能的避免让对方VG过多的去进行一个三人联动的游走 尤其是带着AA 在AA6级也就是游戏10分钟以后 尽量的减少让对方这种三人的一个游走的成功 解决方法就是解决对方这种三人游走成功的方法其实也不难 因为对方三个人的游走 他一定是要去杀你的一个大哥位才赚 他杀到你一个四五号位肯定是亏的 因此这个时候呢 只需要有一个酱油位 配合这个眼 配合视野 然后配合自己的这个用英雄本身去破误的一个操作 蹲在这个大哥周围的附近 给大哥当一个预警机 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样比赛VG 而且VG这个战队从最近的比赛来看 他们其实还是整体喜欢偏向于 把这个比赛拖入到这个中后期来打 因此这个阵容上面来说 很难说出哪一方的阵容更优 但是从打法风格来讲 我觉得VG的这个打法风格跟他们 这个阵容不是特别的匹配 看一看VG能不能够把这个快速都打起来 如果能打起来 这场比赛的这个成绩 这场比赛的这个结果 我们还是可以值得去期待一下 好吧 大风杖多少钱 大风杖非常贵 大风杖这个道具的话总价值是7125 不过对于剧毒术师来说 如果剧毒他第一件装备 就出完一个鞋以后 他第一件装备愿意直接出这个道具的话 剧毒术师不需要做其他的装备 他在做风杖的同时 因为这个东西有回篮 所以他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利用这个蛇蚌不停的去刷钱 而且他可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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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的时候就可以去进行这个现野双收的工作 也就是说在自己的队友还没有开始利用野区资源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去刷野了 上路无一加骷髅王这边是拿到了一个A的人头 地外的A这波被带走了 对于VG来说 其实这届比赛剩下的成绩压力已经不是太大了 当然如果能够去竞争一个冠亚军是最好的 不过就算是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冠亚军 对于这一届比赛而言 VG其实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初步任务 就是利用这一届比赛获取到足够的积分 拿到一个TI的直腰 这一点VG已经是做到了 这里骷髅王给上一个锤 然后再加上一个乒乓球 这个乒乓球的位置给的一般般 时机也给的一般般 这样他扑游游死不了 提前吃魔伴 提前吃魔伴 扑游游这个地方 扑游游这个地方提前把魔伴吃了 乌一后边那几下爆炸的伤害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济的 这个地方扑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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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的没必要了 他提前把这个魔伴吃了以后 他可以省很多很多的血量 至少能让他少掉个一二百血 前期这一二百血的话 就是一到两颗吃树 还是比较值钱的 这个地方LOA是补掉一个眼 好像是反补了一个刺激的眼睛 看看这块骷髅王加上无依 如果这个乒乓球又没弹回来 这个运气真的是差 给上一个命运之笔 直接拿到人头 漂亮 这样的话 PiW是在上路这边TP下来的话 不白剃 拿到一个人头 下路对方的剧毒术士的加点方式 采取的是一二对点 没有加蛇伴 这样的话 剧毒术士的经济增长 都会稍微缓慢一些 龙骑这边回来 只要保证自己身上有吃树 再加上一个高等级的龙骑血统 它是不可能被这个剧毒术士毒死的 两个人对于下路 这个龙骑士的一个击杀没有成功 中路奎因的这个TA 到现在为止的发育 倒是反而比骄阳的 骄阳的这个帕克好了好多 再说为什么提前吃摸骂 能够少掉血不太懂 巫医的诅咒 是在他的这个伤害截断方式是在类似于什么呢 他在给你上这个诅咒的时候记录一下你在被诅咒时候的这个血量 然后每一跳的时候按照你这个被记录时候的血量和你当前血量的对比来计算伤害 也就是说你掉的血从你中了这个诅咒以后你掉的血越多 而且你没有补上来的话 你没有回上来的话 你掉的血越多那么你后边的这几跳他的伤害就会越高 他不是他的这个计算方式 注意啊巫医的这个诅咒的计算方式不是说从你中了这个诅咒以后开始 他类似有一个这个伤害池一样 他开始往里算伤害 他不是往里头算你受到的总和伤害 而是算他记录的时候的这个血量和他每一次结算的时候的血量差 也就是说你的血量如果你比如说你中了这个诅咒 然后这个时候你把血量反而提上去了 那他后边炸的这个时候就没有伤害 就是这个意思 伏油油的优鬼现在在上路这个日子过得也是相当的惨啊 对方无一加上骷髅王这两个人的二人战线能力确实是强 看看地外这块时间应该不是拉野的时间 不是拉野的时间的这个溜达到中路是什么意思呢 VG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它的伤害不是特别高 但是因为有AA这个英雄的存在的话 它可以确保自己的每一点伤害 都能够形成一个有效输出 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里看一下ROA的这个无一 开加血往后走 优鬼打的 优鬼最怕的两种英雄类型 是第一种类型的英雄是这个 肉盾 特别肉的英雄 这是优鬼最怕的第一种英雄类型 第二种英雄类型的是奶妈 这是优鬼最讨厌的两种英雄类型 所以优鬼在面对所有英雄的时候 最克制优鬼的英雄是谁呢 是死灵法 刀塔尔所有的英雄里面 最克制优鬼的英雄是死灵法 因为死灵法又肉又是奶妈 这个地方ROA的无一 又过来是把这个岩给他反掉 那么奎音的TA这里是空了两个赏金神符 这个TA现在的经济有点好 优鬼经济基本上现在是崩盘的一个状态 说这表达可以 我还想这个机制真不好 很快说清楚 确实无一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表达 其实机制不是特复杂 表达起来反而有点麻烦 这波打一套 这里给上一个AA的寒霜之族 冻上以后但是伤害不够 剧毒术实过来以后 一个大招的小小VT二连 这套爆发伤害打足了 PW感觉已经是扛不住了 最后反补 Nice 焦阳这个地方反应很快 这个反补量了 这里再过来抢服 Nice 这波抢到了隐身服 还躲掉了对方的一个陷阱 焦阳这波帕克秀起来了 这波可以的 总体是这个地方给上一个端 然后帕克这里给上一个反球 飘上来以后呢 抓一波对方小小 Nice 抓一波对方小小 虽然现在是一个在中路 想要去补等级的阶段 因为现在游戏时间是八分钟中 一般的酱油要开始在这个时候 去尝试蹭一些线 然后准备在十分钟左右 拿到一个六级的等级 这个时候 葫芦王这边绕回来以后 现在是一个六级的葫芦王 这个葫芦王现在是 把打招加出来了 他上来的时候还留点了 冲上高地以后 直接把这个技能点加出来了 加出来了以后 看一下小小抓到一个AA 另外一侧 ROA的这个巫医啊 开着这个加血 吃了对方帕克所有的伤害 然后没有死 然后TA一个破影机 直接秒到了PLW VG两比赛前期开始挖坑了 这个阵容不能挖坑 这个阵容前期挖坑打不过了的 前期真的不能挖坑 小小这个 小小这个投掷 小小这个投掷出失误了 想扔对方英雄没有成功 扔TA身上了 焦阳这个地方的这个位置 好像有点小尴尬呀 小小羊的这个地方闪现 我都感觉操作失误了 他应该往远处闪啊 这个闪近端是什么意思 闪近端伤害不够的 他们这个阶段 没有AA大招的时候 他们这个阵容输出 比较匮乏可以说 已经不是缺乏的问题了 是比较匮乏的 KROC的这个阵容 前期输出是很高的 全民皆兵 这个巫医在前期 他的整体输出 虽然不是特别高 但是他的加血和 那个乒乓球前期的时候 打架是一个神技 就血量比较低的时候 他那个乒乓球是真的很厉害 血量高了以后 他的乒乓球主要是作为一个 骚扰技能来用 低的时候 你被他弹一下 挨对方俩技能 可能真的会死 沉默给上 小小把自己扇刃的幻影军打掉 光靠帕克和这个天安摩克 两个人的伤害是不足以 击杀掉这个时候的小小的 一千多的血量 是目前VG 两个人很难去打掉的 乌一的这个加血技能 是一个比较容易 被人忽略掉的技能 而且这张比赛 这个乌一 他选择主加的是诅咒 也就是说团战的时候 其实这个乌一的走位 不需要特别的复杂 上完这个诅咒以后呢 他就可以跑到后面去加血了 或者对方谁冲上来 他就给谁上个诅咒 然后开始往后跑去加血了 这里A的大招 撒中 那么这一波是可以 击杀掉对方的TA的 应该 有机会能够击杀掉对方的TA 还差一波 可以了 帕克这个位置没有技能了 帕克被击杀掉以后 这边有空吗 骷髅王赶过来了 那这样了 普悠悠也没了 就是这个进攻的方式啊 就这一波VG的这个进攻方式是对的 他这个进攻方式是对的 就这场比赛 他们如果想赢的话 就必须要打这样的节奏 但是在游戏的前十分钟里面 他们挖坑挖的太深了 现在大哥 两个大哥位的经济只有 三千 三千七和三千六 而对方现在的两个大哥 是六千和五千四 这个已经是拉开一个身位了 这场比赛就是VG的强势 是在于游戏到了中期 或者说贵乐过了这个 对线期中前期这段时间 利用自己的小碰 配AA的一个游走 这个是他们强势的时间点 但是前期挖坑挖的太深 导致现在QC这边 再过一会儿的话 这个骷髅王可能就要拿出灰奥来了 这是出灰奥的骷髅王吗 是 这是个相位必张 然后出灰奥的骷髅王 TA这边过来 一个刀 两刀 三刀 直接秒掉AA 然后呢 帕克这边也是被对方直接带走 想要在临死之前 反掉对方的一个眼也没有成功 这个眼还被对方自己给反补掉了 那么 这样的话 可能VG这个游走节奏打不出来 这场比赛就会变得比较艰难了 接下来VG就要等对方犯错了 因为从现在这个团队经济差来说 双方正常发挥的一个情况下 是不可能翻盘的 现在他们就要抓对方失误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把这个失误抓到 这个失误主要就是对方的这种大哥位的一个单带 VG里边能够去抓到对方大哥位的单带 然后利用自己这个阵容抓单的能力很强的这个特点 去抓对方的大哥落单的单带 这个是他们这场比赛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场比赛他们其实比较难以 难以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阵容还有一个 就是存现实存在的问题 是这个 对方三个一塔都还在 三个一塔都还在的情况下 如果对方再把上路的二塔给推掉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整个地图 就是大家如果去画这个地图的话 就会发现 只有中路二塔到下路二塔中间的这个野区和塔下的经济 是归VG所有的 上路所有的经济 包括自己家优势路的野区和上路这条线都是不能占人的 因为这个时候对方把上路二塔推了以后 把前刷站一拉 你这个VG等于在整个地图上半部分就完全失去控制权了 所以现在上路二塔这个地方他要守 但是他现在这个阵容又感觉可能守不住 这波是龙骑加帕克 龙骑有跳刀加帕克加AA的一波三人游走 这个套路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 VG一样比赛这个套路其实是没有错的 倒过来垂住然后AA给大 就是这样的一套技能 给上来以后直接秒掉对方 任何一个大哥他们都可以秒这个阵容 聊完了以后呢 小小这里VT2连过来直接秒掉AA 骷髅王追着不要咬一顿输出 所以后这边给上一个游鬼之弹 看看骷髅王还在等自己下一刀暴击 暴出来了 帕克的这个位置 在一个星月之痕 躲到塔下 然后选择一张TV直接回家 对方没有人能追得上 套路是对的 但是这个就是 防御塔的问题 防御塔的问题 对方支援的速度太快 对方地图控制范围太大 然后防御塔都在 支援太快了 不好打 确实不好打 现在这个局面 VG这场比赛的这个阵容 其实讲道理的时候 我不认为VG这场比赛的这个阵容 有特别大的问题 而且他们的打法基本上也是对的 但是前期对线被打穿了 这件事情 就是怂都没怂住 说白了就是怂都没怂住 这个前期对线打的 Radiant have fortified their structures 骷髅王一个锤锤住 无一诅咒给上的 加一个大招 朋友里边被跳死了 这个诅咒直接把他跳死了 还有两跳 还有一跳 直接跳死了 跑不掉了 要看一下AA的大招砸过来 这个复魂给的不错 A的大招砸壮 帕克上来直接秒六小小 而且TA身上现在还中着一个A的大招 但是对方的剧毒术士来了 骄阳感觉要被堵死了 这个回家应该也堵死了 回家应该也堵死了 剧毒术士的这个大招 加仗器 加被动 加上一个魂之灵王 一起点到一个英雄身上 以后在二级大招的情况下 这个人回泉水的这个血量 是加不回来的 除非他的血量特别高 就是他的血量 血量这个上限特别高 然后依靠泉水的百分比回血 能够达到一个极快的 回复数值的情况下可以 但是正常发育的剧毒术士 他在12级的时候 你的这个英雄血量 是不会高到哪去的 剧毒术士这个英雄 在游戏的前期 他是拥有这个 就是把对方回泉水的人 也一样打死 这会儿打完了以后 QC这边TA的经济是9200带盾 骷髅王9400 应该是已经拿到自己的灰奥了 那再运了吧 这个经济还差 哦他出的是必章 对对对对 我继承那个点筋手了 我去厕所拉个便便 回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哈 找到这场比赛 VG输的原因了 都怪你去了厕所 你要不去厕所 这场比赛 没准VG不会这样 都怪你 破案了 破案了 破罗王这边 灰奥拿到手 然后呢 队友这边打出来了一个 一个银闪护服 准备是给到破罗王身上 18分钟不到 拿到自己的灰奥 加上一个臂章 有TA这输出 他把自己身上的地方打掉 然后再接着追 两刀 三刀 还差一刀没打出来 还行 这波对方最后一刀没打出来 但是中路 诶 诅咒给上 他没有 诅咒给上 无疑差一个大招 不会有温如 或者回 火不亚来的 这个位置 还被对方 有二 给上一个语音 反嘲讽一波 找不到苏妙的哥哥打得不错 苏妙的哥 这个选手 反正我看过他很多的比赛 包括他历史的 不管是第一视角 还是比赛 等等各方面 我还给大家找过 他的第一视角素材 这个选手 整体下来就是 他属于是 天赋 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挺努力的一个人 他是真的靠着努力 把自己的基本功 打到非常好 的一个选手 灵性上面 天赋的上限上面 确实不如这个 苏妙 这一点 这一点不否认 但是这个选手挺勤劲的 挺勤奋的 这边跳过来 VTR连安打一套 TA这炸一个陷阱 然后直接一个破影机秒掉 PiW的天赋 天赋默克这波被秒以后 19分50秒 差了11000的一个经济 天赋默克这边是在做A杖 他这个A杖 其实已经快出了 草鞋大魔伴 然后直接裸A 这个A杖已经快出了 A杖如果出来了的话 打对方这个骷髅王 效果其实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这场比赛 我怀疑他 由于其他的队友上不去 可能他复制的 这个骷髅王幻象 会被对方直接一轮 激活打掉 你真的努力了 这是一句好话 这句话要看语境的呀 要看在什么情况下 就像你真棒 这三个字一样 对吧 你真棒这三个字 你在不同的语境下 他反映出来的这个意思 也不一样 对不对 这边铁 焦盾 打掉第一条命以后 看看队友支援上来 很多话都是要看语境的 而且还要看人 就像 跟不同的 就像你还要除了 你真棒 你真帅 对吧 你真帅 你真好看 这些词 你要是说我 那你就 你肯定说的是实话 对吧 你肯定就是在夸我 这个毫无疑问的 然后帕克一个法球 跑到高地上面 这个高地被发现了 TA开始捶的 这个F出来以后的跳刀 CD赚好 穆斯斯这个地方 再往前追 看一下 你说你夸我长得好看 你说我真聪明 你说这个主播太厉害了 什么的 这肯定是真话 这肯定是真话 天安摩克拿到了一杖 拿到一杖以后 看看这波中路 对方现在没有出山盾的话 应该不会着急上高 这个时候QC 应该理论上来讲的话 两个思路 一个是不是 给对方留一点点空间 把对方放出来打 放出来打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放出来 把你摁在高地上面 不让你出来刷钱 然后等下一个盾 两个思路都可以 都没有错 然后看一下 这个帕克提前选择是 这个帕克提前 把自己从F里面出来了 这个操作 我还是有点没看 没太看懂的 大阳这个地方 最后是把自己的技能全交了 然后呢 一个跳刀开溜 对方这里还在追 这边抓到对方的一个无依 反杀这个无依 还差一下 nice 小小上来以后投掷 但是普鲁王这里 又是垂住了普悠悠 普悠悠悠悠鬼之战 站在树 站在墙上 想要TB回家 还是让对方直接给Ace了 奎耶那边配合小小 是带走对方的龙骑士 那么这样啊 双方一号位和三号位 两个大哥被带走 QC里面可以考虑去 直接破高地了 这样的这个帕克 现在的经济是8700块钱 对方的骷髅王有1万4 PA有1万3 这个差距确实在太大 里面天安波克的这个暗会 已经用过了 已经用过了的话 没有战斗力呀 现在这个暗会出来以后 暗会出来的骷髅王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他需要有队友能够去创造一个输出环境 让这个幻象上去打人家 但这个幻象虽然继承150%的伤害 但是他承受350%的伤害 所以这个暗会出来的幻象 他还是很脆的 他并没有那么硬 再加骷髅王 这边第一条命还没有交 小小VT2连 打对方的天安波克 天安波克这边暗会出来以后 幻象好像已经没有了吧 贴这里两刀 乒乓球还弹了一架 骄阳的帕克 这样的话骄阳只能选择往回船 骷髅王现在还在往前追 这个位置一个锤 锤住对方的AA 小小过来一个投掷 摔死了帕克 然后再追死AA VG顺势打出GG 这样的话恭喜QC 在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轻松一贯的拿下了VG 等时是VG领先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第一场比赛结束 咱们稍微休息 如果给他带来的是 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看看VG下一场比赛 能不能够 努努力 努努力把这个 节奏给他稍微打回来一些 因为第一场比赛 给我的感觉打的 就是被对方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看起来就好像是 两支战队在硬实力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似的 好吧 这样比赛先到这 咱们稍微休息 下场见